嗯 哦 南韩人 这么不孝顺吗 不用上班了吗 哈喽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零星甜品 我是米歇 今天西的蛋糕是 香蕉卡西达蛋糕 香蕉卡西达 是我们的招牌蛋糕 因为在香港很多朋友都喜欢吃这个蛋糕 差不多每一个月都要吃一次 才感觉有这个满足感 还有这个幸福感 先说一下是有什么的层次 这底部 这有最底层的这个Oreo Oreo的饼底 然后呢 就是有个蛋糕 然后就是这个Castor 然后再有这个香蕉 夹在中间 然后上面就有一层的鲜奶油 所以这个口感 这个很有诚实感 吃起来是超级好吃 然后吸一口 哇 有没有看到 一层一层的 嗯 哇 真的太好吃 昨天有一个开人的小孩 吃一片 不够 再买多一片来吃 他妈妈都看到 哇 你真的很喜欢吃 所以我很快就跟她说 欸 圣日蛋糕 一定要选这个 知道吗 这个香蕉跟这个Castor的味道 是非常配的 嗯 好好吃 以前在香港的时候 我们会用 这个Philippine的香蕉 但是 来到台湾之后 就发觉 台湾的香蕉也是非常好吃 而且非常香的 所以 做蛋糕的话 真的 很好吃 今天呢 就 约了 Angeline 又是 去老爷 带饭店 吃 Tea Puffet 那现在呢 出门了 哇 好累啊 走六层楼梯 因为是约了 吃两点半到五点钟 所以吃这个Tea Puffet 那我早上就觉得 还是不要吃好了 留着这个肚子 一次全吃饱 上次现在我觉得好饿喔 好想快一点可以吃喔 肚子很饿 看到她了 看到她了 到了 美女 两点半开始 然后我两点三 三十四分到了 我以为没有人啊 今天可能是 很多人已经开始 真的看到了 很多人已经来了 已经开始拿食物了 用上班了吗 好神奇喔 无法不得了 便宜了 没有人 吃 嘛 刚才快 Rocket 试试再看 超饿了 这是黄金果 黄金果是现在的 今天是特价 因为最后了 昨天还是90块一个 现在是1502L 今天是一个黄金果 很多台湾人好像都没有吃过 这个我在香港从来没有见过 也没有吃过 但是有一次水果店的阿姨 就介绍我吃这个 让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有点像洋葱 咦 就像这样子 是这样子 我就用摊石去挖它 没有看到 这个感觉吃起来好像葡萄 嗯 嗯好好吃 好像火动的感觉 但是 葡萄的质感 但是葡萄很多质嘛 那这样子就没有啊 嗯好甜喔 嗯 好甜 嗯 嗯 最近我很期待啊 为什么呢 因为台湾现在已经开饭了 让家人可以来台湾 看完亲友 所以我的爸妈跟我的婆婆 就会很快就可以来到台湾 然后就带他们去玩一玩 因为我的家人 我妈妈快过来嘛 然后我就跟教会的弟兄姐妹分享啊 然后一个弟兄听到之后 我就说 哦 这个天气来啊 比较凉啊 诶 可以煲汤了 然后我一听到她说 煲汤啊 哇 这样 煎得不孝顺的吗 虽然我都很想我妈妈 赶快来做菜给我吃 但是 不可以这样想嘛 一过来就 赶快赶快 煲汤煲汤 我心里面想 哦 台湾人 煎得不孝顺吗 但是 她下一句就说 哦 北投那边很方便哦 原来是泡汤 不是煲汤哦 你以为只是香港人会听错吗 台湾人呢 有一个朋友 她之前也试过啊 她的姐姐啊 就给她一包 然后就是日本的 然后随着这个汤 然后她就以为是用来泡汤的 结果呢 她就把这个汤包放在洗手间 放了很久啊 那突然有一天 哦 想要放送一下 泡个汤了 在家里面就叫她老公 诶 赶快拿那包出来 然后 放好水 然后她还看到 诶 160ml的水 那么小 那可能要两包吧 但是 诶 没办法的 算了算了就加上去了 结果呢 你知道怎样啊 她把这个汤包 架进这个浴干的时候 有葱花 有隔离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好香哦 哈哈 原来那一包 真的是用来 爆汤的 不过我跟你说 其实现在移民的人 已经比较幸福了 为什么呢 呃 现在每天差不多吃饭的时候 都可以跟家人一起细讯的 一边吃一边聊天 其实哦 你在香港的时候 见面更多哦 我有一个习惯 就是有的时候 会把事情说法 我儿子啊 他学得到啊 爸爸回到香港 看一些乐高 然后看到一个乐高 就拍照给他看 然后就跟他说 诶 你喜欢哪一个 就买给你 结果呢 没有看留言啊 然后两天都没有回复他 然后爸爸就跟我说 诶 你问一下他喜欢哪一个 都不想我的吗 不看的吗 然后我就叫小儿子 诶 赶快回复一下爸爸吧 然后他一看得到 哇 喜欢这个 然后他就说 嗯 我喜欢这个 但是如果你不想买 也可以 但是如果你真的很想买给我 我也可以接收 也可以 哈哈哈 他讲完之后就看一下我 然后我就看着他 我说 干嘛你要这样说呢 他说 就学你了 哈哈哈 哈哈哈 太厉害了 真的 我叫我的父母来台湾 我妈本来就说 哎呀不要了不要了 很麻烦啊 然后我就一直说 你不想你的女儿了吗 女儿这边那么久了 你都不想我吗 其实 是我想她 但是我就这样说 然后他一直笑 一直笑 哈哈哈哈 来来来 生活有的时候 真的会很闷的嘛 所以呢 我们真的要在生活的 小事情上面搞搞一些气氛 然后说说笑笑 再开个玩笑 这样才是开心的吗 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啊 香港人 你可以学一下 只要你把每一个句子 后面叫个 嗯哦 然后呢 就这样就变成 很有台湾的感觉了 哈哈哈 今天想要吃什么蛋糕的呢 你从哪里来的呢 哈哈哈 只要叫 嗯哦 这样就变成很台湾 试试看哦 今天分享到这里了 帅气再见 拜拜 小儿子 好不好吃 嗯